上个礼拜大概提到有关资料库 所以资料库最重要的部分包含就是说 我们用Python里面它提供了一个SQLite 3的模组 可以让我们去建立SQLite的资料库 当然建资料库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程式码真的只有第一行是Import SQLite 3 第二行的话你就用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SQLite 3里面的叫Connect的一个方法 它就可以帮我们建立所谓的资料库 建立资料库后面你给它一个档名就可以了 它其实运作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你资料库不存在它帮你建立 有没有什么科词01.db 如果说假设档案已经存在的话 它就去连接 所以它逻辑是这样 它会自动帮你判断 当然主要诉求是你可以少写很多程式 OK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你大概知道它运作逻辑 然后再来的话建立一个资料库的Connect这个档案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在建一个所谓的科色 这个科色的话主要就是资料表物件 OK 因为在资料库里面包含就是我们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会放很多的资料表 如果将来你要存取那些资料表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利用所谓的科色这个物件 那这个名称的话 我们也许在前面的这个就是科色的物件 OK 然后一个Con的物件 那这个是放跟资料库对应的 这个是跟那个资料表对应 OK 那将来的话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科色 去下一个语法叫Execute Execute后面的话通常就是一个SQL的一个字串 这个SQL的字串 SQL的语法 其实就是主要你要怎么样跟资料库沟通 OK 的语法 包含就是说你有一个资料库之后 你怎么样建资料表 那资料表里面有几个栏位 OK 然后再来的话最重要就是资料库 怎么样去跟资料库做沟通 帮你做一些事情 最重要就是什么新增查询 有没有 新增把资料放进去 然后再来查询就把资料再捞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上礼拜都讲到删除 OK 如果你要拿一笔资料删除 那当然你可以下一个语法 会有后面的话会有哪一栏 OK 通常删除的话会是以那个key 就是说你是哪一人通常是编号 比如编号等于多少 你就把那一个编号的资料整笔删除 OK 比如会员 假设有个会员他已经离开了 他退会员了 那当然就是什么 把他整笔资料都删掉了 OK 或者甚至把他删除 同时搬到历史资料里面 因为将来如果要查询的话 也可以在那个会员的历史资料里面 也可以查得到 OK 然后再来修改的话 比如他家里电话变更的话 那当然可以用update 所以基本上常用的资料库的语法 通常就是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其实都有练习过 那今天的话我们要接着继续来做 就是一个变化题 上个礼拜很简单 就一个编号 一个电话 可是实际上我们应用的时候 可能没那么单纯 如果我希望假设吧 这个一个模拟题 我希望呢 请各位帮我把什么呢 云端白板上面的 之前有下载过了 叫member.tst这个档 OK 之前应该有下载 所以当然呢 我们上次是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把它档案 然后做一个下载的动作 下载记得下载成那个存文字档 OK 也就是说呢 我把它下载成为一个叫member.tst的这个档案 OK 那放在哪里呢 我放在我的下载区里面 如果我今天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档案读进来 诶 特别重要 读 那你有没有 前面我们写过了 读档的话用什么 用那个F物件嘛 F等于什么呢 等于open嘛 open这个档 有没有 然后呢 用R模式 有没有 它的档名 档名放在这里 OK Open Open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打开之后的话 用R模式 读到这个F物件里面来 然后在做什么呢 利用F物件里面有一个叫 读的话有三种方法 Read,ReadLive,ReadLive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可以 当然我们最终是希望读进来之后 可以把它放到资料库 那再来的话 第一个我们读进来 假设用Read是全部读 可是Read是全部读取的话 会有个问题 因为将来我们如果把它读进来的话 需要跟那个所谓资料库对应 那资料库里面有1 2 3 4 5个栏位 诶 那我们势必的话 如果我今天假设用Read的话 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字串 那你要去切割的话 相对的比较不容易 所以通常如果读的话 一定会Realize 有没有 前面讲过 Realize之后的话呢 先用什么呢 它后面的分隔符号 后面应该有个分隔 OK 然后再去切它 这前面都有做过 前面做的其实 主要还是延伸到后面 所以我们把它切完之后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把它放资料 资料库里面 所以资料库里面的话需要什么 先建立一个table给它 也许像Member01 里面的话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的话呢 再来你就Insert into 把资料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去 所以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把它放进去 再来练习什么 查出来 OK 放进去的哦 那当然如果说呢 你没有用slate语法的话 你可以用上礼拜讲那个 SQLite Browser 也可以看得到 OK 那再来的话呢 把它查出来 再来也许你可以练习什么 上礼拜讲的那个 包含就是删除 比如说我今天要删除 哪一个呢 第十个这个会员 他已经离开了 他已经退会员了 所以我要把它删掉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做修改 比如说其中某一个会员 他的什么呢 他的电话号码变更了 OK 那你也许 针对某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做变更 类似这样 也就是把上个礼拜 的这个重点做一个复习 然后呢我们用的范例 就是用那个member01点 member.tst这个档 OK 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上个礼拜其实还有讲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呢 全省邮局地址 全省邮局地址的合并与分割 这个也蛮重要的 OK 其实后面这些范例 当然我是希望说这些范例都是比较 跟工作上真的可以衔接 因为将来工作还蛮多地方是需要做合并跟分割的这种需求 那还有啦 其实你可以把上个礼拜把它怎么样 跟资料库结合在一起嘛 比如说呢 全省邮局地址有25个档案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25个档案喔 全部都把资料放资料库里面去 可不可以 可以 OK 其实大部分啦 如果将来各位在应用的时候 通常喔 还是会把档案的东西先丢到资料库 OK 有点像是把它放Excel啦 Excel的好处当然各位可以知道 就是分缆嘛 那你要将来做后续处理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喔 把那个这个云端摆板上面的Member01 Member.tst这个喔 把它怎么样 把它汇入到资料库试试看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 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喔 Seqlite的新增资料库的范例 有没有 这边的话呢是 就是建资料表 然后资料库连结资料表 OK 那资料表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我有五个栏位 不过如果说你假设不知道 用什么形态 你干脆全部用test 其实也可以喔 OK全部都放tst啦 只是说如果你用文字的话 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将来喔 在执行的就是查询的时候的效率会比较差 OK效率的部分 不过其实啦 因为资料量不多的时候啊 你基本上可以略过效率问题 为什么 因为才50个人嘛 你再怎么差喔 效率大概如果以这个来看 可能相差百万分之一秒 根本就是可以略过的那个秒数啦 再来会有个问题 insert into 到那个table value会有五个栏位喔 所以你要把那五个栏位的东西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是刚刚是一个 上礼拜是一个丢一个 一个丢一个对吧 可是现在的话呢 如果要全部的话 那你要想要跑个回圈 所以这里的话呢 恐怕要把它修改成一个回圈 OK 然后再逐个逐个丢进去 OK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稍微试一下 那将来的话呢 这个这一题呢 你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只要外部的档案 全部都可以快速的把它变成资料库 档案变成资料库 OK 我发现这部分的需求其实还蛮大的 也就是未来喔 其实将来即便你手边没有X 或者手边即便没有XL的话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帮你处理一些 这个大量的资料 OK 然后也就把Python 拿来做一个资料处理的一个工具 或一个平台 OK 那 不过我是建议啦 我上礼拜有特别跟各位提过 就是如果你要完整的去控制 这个资料库的话 最重要就是一个叫SQL的语言 SQL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库的语言 如果它延伸性很大 要不就可以去购买相关的书籍再来看 可以把它当所谓的参考书啦 要不然其实你在Google网路上 其实也可以找到很多的 SQL语言的教学 其实会有蛮多人 针对这部分做一些教学 你也可以延伸性 针对你需要的部分 来去学习 那把SQL语言的这个部分 再跟Python结合在一起 其实应用的地方 其实相当的广泛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先试试看 把上个礼拜的那个新增资料部分 就是改成用外部读取档案的方式来完成 我们试一下